各位同學 這堂課我們要來講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定理 那它叫做堪根定理 那什麼是堪根定理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那要講這個定理之前 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吧 這個例子看起來好像沒什麼了不起 大家都會 這個s 平方加2 簡易等於0 我要幹嘛呢 我要去解它 那我要解這個二次方程式的時候 我們當然 我們會想 考慮到說可能可以用因式分解 或者是利用配方法去做 那換言之我們乾脆直接用什麼 利用公式解來去處理好了 那這個公式解呢 處理了一下以後 我們就會發現 用公式解解出來這個方程式 它最後我的x 會是-1加減根號2 -1加減根號2 那當然喔 這是二次的我們可以利用公式解去解得它 所以呢 二次以下的方程式啊 我們都可以利用所有我們學過的方法找解嘛 那比如說就我們剛剛講的 可能是配方 可能因式分解 可能是公式解 甚至一元一字方程式的話 其實都不需要用到這個 我們直接可以用 等量公理把它處理掉就可以了 但是呢 但是如果是三次方以上的多項式的話 那這些多項式方程式 那我們 除了 欸 之前 學過的有理根判定法 我們有沒有辦法那麼順利 找到我們這個三次方程式以上的 所有的解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齁 再來看一個例子吧 如果一個方程式齁 它叫做s三次方-8s加1等於0 好 所以我們呢 利用有理根判定法呢 發現 欸這個可能的有理根齁 它可能只有1跟-1兩個 所以啊 我們就把 a三次方-8s加1等於0 另成為fs 另成一個三次的多項式方程式 但是呢 很不幸的是說 我們把1跟-1帶進去之後 發現它都不會是0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我聽的fs等於02 它沒有有理根 所以我們牛頓定理它也失效了 好 因為有理根判定法在上一集我們講過 它其實就是牛頓定理嘛 所以它當然也就失效了 好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說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 欸用我們曾經學過的方法 去把這個 a三次方-8s加1 這個式子拿來去做分解 所以呢 那我們要怎麼做比較好 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找有理根了 那我們都知道 沒有有理根剩下的可能就是無理根 就是或者是 10根之類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知道怎麼樣 我們只好去退而求其次了 好 那只好在10根 我們只好去找 這個方程式它的10根 可能會落在哪些範圍裡面 好的 所以呢 不好意思齁 我們直接跳到下一頁來看齁 那 數學家呢 也就是因為如此齁 他就發現了一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我們叫做 勘根定理 那這個勘呢 它其實就是找的意思啊 就是說 要去找這個根 它到底落在哪些整數 或者是哪些數字的範圍之內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電理的序數 它到底是什麼 假設呢 f 等於0 它是一個實係數多項式方程式 那 a 跟 b 是兩個相異的時數喔 如果啊 我今天如果f 去乘上f 小於0 也就是說 我今天f of a 和 f of b 只要是一號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時候 我的方程式啊 fs 等於0 那時候呢 在 a 和 b 之間 喔 至少喔 至少會有個十根 好 那這個是五文字 我們來看一下圖形好了 好 就如同左下方的圖形齁 我今天看到一個 y 等 f of a 是那條曲線 那我們的 a 點呢 它的座標叫做 a 和 f of a 那它的 f of a 呢 它剛好是正的 因為它在 x 走的上方 那 反觀 b 點的話 它在 x 走的下方 它的座標是 b f of b 那我們就知道 a 點在走 在走的上方 所以它 f of a 是正的 那 b 點在 x 走下方 所以它的 f of b 是負的 好 也是因為如此 這兩個 f of a 去乘上 f of b 乘起來之後 因為一號嘛 所以我們相稱它一定是小於零 那既然小於零 那其實你就會發現齁 我 f of x 在 x 在 a 跟 b 之間 是不是有個十根 那那個十根就是我左邊圖形 把它圈起來的位置 那它就叫做十根所在的位置 好的 那 我們來看一下齁 一些看看定理的一些討論 來 先看看我們分兩大點 我們先看第一大點 那我們 f of a 去乘上 f of b 小零的時候呢 課本上是告訴我們說它至少有個十根 所以我們來看幾個圖吧 來 好 看這兩個圖 左邊那個圖呢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一樣有兩個點 一個點叫做 a f of a 好 那它是在 x 軸的上方 橫線是 x 軸 它的上方 所以 f of a 它一樣是正的 同理有另外一個點 叫做 b f of b 那這個時候 f of b 呢 它是在 x 軸下方 所以它是負的 那我們也知道 這兩個字 誒相乘啊 是小於0 誒可是你會發現喔 剛剛我們前一頁講的是只有一個十根 那這一頁的話你就會發現說 誒 它為什麼會有三個十根呢 因為它跟 x 軸呢 有穿過三個點 那同理 右邊那個圖的話 其實跟左邊圖其實差不多 我的 f of a 呢 它也是正的 那 f of b 呢 它是負的 那這時候這兩個 f of a 去乘上 f of b 的時候 它也是小於0 但是你會發現 喔 會發現什麼 會發現說 誒我們跟 x 軸的交點 跟 x 軸的交點會有這五個點 中間會有五個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這五個點在這邊 所以它一樣會有五個十根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種情況 那我今天如果相乘大於0的話怎麼辦呢 好 第二大點 如果 f of a 去乘上 f of b 大於0的時候 我們不能保證說 它一定有十根 好 那不能有十根的話 那我們就看左邊下面第一個圖吧 那我們很明顯發現 這個圖呢 一樣 穿過 s 軸 它會有兩個交點的區塊 好 這兩個交點的區塊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發現到說 它一樣有兩個點 一個點叫做 f of a 那這個時候因為它s走上方 所以它的 f of a 是正的 同理另外一個點 b點 好 叫 b f of b 那它也是在s走上方 所以這兩個的 f of a 跟 f of b 它都是正的 也就是說 它都是同號 那同號的話 我們就發現 它們兩個相成 一樣 變大於0的 可是呢 這個時候 這個方程是在 a 跟 b 之間 它其實還有兩個十根嘛 因為我有兩個交點 可是呢 也有可能是像什麼 最右下方這個圖 跟左邊好像很像 我的 f of a 跟 f of b 它都是正的 也都是 它都是大於0 所以它既然都大於0的話 那這時候我們相成 它一樣大於0嘛 可是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就會變成說 欸我這個圖形啊 跟 s 走啊 並沒有交點對不對 所以並沒有交點的話 那我這兩個相成 大於0的時候 發現它原來是沒有十根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課堂囉 就先講到這邊 我們下一節再討論一些 案例 再討論一些題目 來看看來繼續說明一下 看根定點它到底用來什麼呢